各位宾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书仔 现在是晚上差不多11点 书仔现在才有时间 介绍今天第四个推介 因为今天实在太繁忙 原因是因为 有两个同事放了大假 另外有一个同事 请了病假 所以今天很繁忙 直到今天 你们真的要多多支持书仔 先有动力继续抛 继续向前行 今天介绍彩蛋变推介 哇哇哇 又是要哇哇哇的 就是Granseco GS 之前介绍的GS 今天介绍第二次 在我的频道出现GS 今天还戴了白手套 戴了白手套 GS是一只 Granseco 你看到它 就是这一款款式 这款式 非常厉害 这是一个 富岳三十六景的地区限定版 全球限量500只 我先拿开了这么漂亮的标盒 有个GS Granseco的标盒 好漂亮 好漂亮 好了 这一只标呢 就是GS 我今天要推介的Spring Drive 不说你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没有看过 这个历史 原来在1960年 已经有第一只GS 而这个Spring Drive 已经是1999年的时候 已经是第一只Spring Drive 但是当时 因为Spring Drive 跟现在的Spring Drive 的基心很不同 也没有被采用到 在GS系列里面 直到近这几年 才采用了Spring Drive 这个系列 放在这个品牌里面 放在GS里面 而今天介绍这一只 就是 库岳三十六景的其中之一 库岳三十六景 其实就是 如果你看过这个 神爱邨冲浪的图 一定会知道 因为很多衣服的印象 甚至乎很多日本手标 都会用到冲浪的图 其实就是 库岳三十六景 在一个日本浮世画家里面 北斋他画的其中 在1830年代 创立了四十六幅图 他绘画了四十六幅图的其中一幅 而他也是 以这个不同的方位 不同的方向 向着富士山的景色来的 去形容 而我手上这一只 就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一个 墨绿色的标盘 一些山 草景 感觉很漂亮 标盘做得很漂亮 标盘做得很漂亮 GS真的跟 朱仔平时介绍 一些入门级的手标 的级别很不同 包括他的打磨造工 甚至乎他的针 尖形的指针 再加上他的黑道指钉 再加上他的标盘 都是整个标 都是标盘的质感 你看到那个绿色的标盘 有些标盘上面 有些质感的纹 我不懂怎样形容 它好像有些 凹凸纹 有些压纹 的感觉 很漂亮 很漂亮 我试试 尽量拉近镜头 给大家看清楚 这个Spring Drive 就是用了9系的机芯 这款Spring Drive 用了9R65的机芯 9R65的机芯 就是目前最标准的9R Spring Drive的机芯 亦是最多 被GS采用的机芯 9R65的机芯 朱仔也少介绍 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 自动上链机芯 有得手上发条 有得自动上链 时间标准不差值 每日不差 正负1秒钟 非常准确 每月的时间标准不差值 只是正负15秒 每月 这是平均值 动力储能达到72小时 这个9R65的机芯 30石 你看到它 除了它的机芯 利害之外 Spring Drive的机芯 另外它还有一个Power Surf Indicator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7-8点的位置 这个Power Surf Indicator 很有趣 为什么呢 它的针向上 就不是代表动能越高 针反而向下 它的动能是越充满动能的 我们试试向上 转动上发条 你看到Power Surf Indicator 那支 动力储能显示针 一直向下方向 一直增加 所以它是 越低这个位置 越向下 近6-7点这个位置 它的Power就越满 越向上 它的Power就是越少 这个动力储能显示 Spring Drive Ref放在这个GSE里面 你看到它 那个时间标准不差 只有1秒钟 非常准确 也有72小时的Power 满足了3日链 好了 日力枪 就放在3点位置 做了一个黑底白字的日力枪 也有一个金属边框 你看到一些字钉 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字钉 字钉做得很漂亮 造工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这个标 其实有标迷已经订了 但是朱仔答应了 其他标迷拍片给大家看 也都问准了 订了标迷 我会借他的标来拍片 因为我还可以订货 虽然全球限量500只 这支手标 也是做5年的保佣 全球5年的保佣 这支标就是一个田子之普路 田子之普略图 这个是四十六幅图里面 就是富岳三十六景 四十六幅图里面 其中一景 这支是中国地区限定的手标 所以它的定价去到四万六千八百元定价 四万六千八百元定价 朱仔待会先揭曉我们的买价 当然是超顺价 我们先看看造工 有些外国的YouTuber 用一个高倍数的放大镜 去看过他和努力士的比较 他那个造工比努力士高 朱仔没有这么高度的放大镜 我有一个十倍放大镜 二十倍放大镜 我看过真的 做得很好 另外标脚位置和标圈位置 都用了316L的不手鋼壳 做了抛光的处理 这里也有些曲弦的位置 虽然大家都是抛光 你看到这里也有些曲弦的位置 左右两旁都留了标洞 很顺滑的 打磨抛光很光亮 另外你见到可以采用了 藍宝石的玻璃标面 防反射涂层 卜身的藍宝 很英俊 整支标 撞了金色的秒针 标观位置 上面也有一个GS的logo 放在3点位置 我试一下抛光 有没有停秒功能 当然有 这样高阶的机身 移画完全没有虚位 我试一下向下转动 顺时针方向下转到6点多 附近这个位置 半格 我们按下半格 抛起 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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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整支标的角色 整支标的角色都做得很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标带方面 标带做了实心的不锈钢标带 做了三行拉斯 和两行光身 我没有拆过交膜 因为这支标已经有标迷订扣了 所以我没有拆过 标带方面 看看 上一次有订到立下的标迷 今个星期 头一位二位 将会收到电话 因为已经复了有货 第三位要等一等 再内心 要未收到电话 好了 这支是一个GS的扣 也是做了一个短身扣 没有微调位 这个我自己觉得 有点实际用途 上面漂亮就很漂亮 但实际用途就没有微调 也有半粒和一粒 你看到有一粒和半粒 好了 做了一题先看 做了口桥 我们先看欣赏一下标底 标底做了一个螺丝系统的标底 一二三四五六 六粒螺丝系统的标底 那么高阶的机心当然是 最重要的是三个字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 有标迷就很好笑 前两天有一些笑话 Japan movement 他说就误导 日本标又不是日本製造 真是奇怪 日本标不一定是日本製造 不过GS就是日本製造 写着Made in Japan 写着Made in Japan Stinger steel 不手降 Water receipt 10个bar的防水 写着9R65 9R65的机心 好了 这个标的拖位很漂亮 看不见到 哇 令到好像有些环彩色 鸵尾和甲板 那些日内亚文的打磨 做得很漂亮 中间也有Granseco的狮子 Spring Drive 好了 反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库岳36景 就是用了这个绿色的标盘 其实这个绿色的标盘 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一些 很多时候潜水标的绿色标盘 都不会用这个绿色标盘 这个就采用了这个绿色标盘 而它的标径方面和重量方面 我订给大家看 它的标准是42M的标准 我们等会一起计计一下 重量方面 看一看 重量方面是147g 不算太重 也不算太轻 有些质感 我觉得刚好 接近150g的手标 刚好有些手感 又不算太重 而标准方面 先计一下 标准方面是40M的标准 另外厚度是13.3mm的厚度 也计算了 所以它的标准是12.5mm 如果要计算一些 不计算正中间的厚度 就是12.6mm的厚度 那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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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47.8mm 好 那我试一下戴上手 一张这么漂亮的Granseco 我之前提过 46,800元的定价 朱仔推介多少钱呢? 这个墨绿色的标盘 朱仔推介 超顺价 听清楚了 33,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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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仔手头上只有一只现货 这只现货已经有标迷营购了 不要紧的 我再订货的 大概7-10天 我应该可以订多1-2只 全球限量500只 一只富贵36景的 墨绿色标盘 另外这只标还送了 标带给我们的标迷 它有标带 我先看一看 先放下标 另外 我们看看 这里有写 Granseco的Logo 外面的Model Lumber 和Made in Japan 外面应该我大概都看过 卖到超过4万元 现在是卖超过4万元 标带还送了一条 绿色的皮带 其实 增加整只标的换味 我自己觉得 有时 高档刺的手标 也很适合 我试试试试试试 试试试用这个皮带 是什么感觉 我试试拉远 镜头 上面都有 Granseco的Logo 在标扣上 这条皮带 默绿色皮带 拉太远 但無法焦點 不好意思 好了 試一下拉遠一點的鏡頭 拼了這個 墨綠色的皮帶 這條墨綠色皮帶 好了 豬仔推介 33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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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都可以 72小時動力處能的9R機身 如果你想一步到位 買一隻高階一點的精工 這隻不錯的選擇 30成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按讚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過頻道的話記得按鈴鐺訂閱 有完裝盒說明書 保用證做回五年保用給大家的 喜歡這條影片的你記得 記得記得記得 WhatsApp給豬仔好嗎 喜歡豬仔的推介 不想錯過豬仔筍標推介 記得按鈴鐺訂閱 我們下集見 明天見 拜拜 富岳36景 全球限量500隻 希望你喜歡